主耶穌 哈利路亞 主耶穌 我們願祢的榮耀降臨 我們願祢的旨意成全 就降臨在我們每一個人當中 就住在我們每一個人心裡 我們感謝祢 謝謝祢賜下聖靈 成為我們的保衛師 讓我們時時刻刻 可以因為聖靈這樣來禱告 讓我們可以因為聖靈 這樣來更新 讓我們可以因為聖靈 這樣來改變 不斷的翻轉我們 哈利路亞 在你寶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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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們寶座前 我們盡前來千杯等候領手 在你同災中 有滿足的喜樂 生命请你来自由运行这里 生命的江河流啊流 只有永留在这里 在我的里面 生命活水不停息 生命的江河 自由永留到孤寂 我们怀疑你 生命我们爱你 在你宝座前 在你宝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们敬天来 我们敬天来 谦卑等候领寿 在你同在中 有满足的喜乐 生命请你来自由运行这里 生命的江河流啊流啊流 自由永留在这里 在我的里面 生命活水不停息 生命的江河 自由永留到孤寂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生命我们爱你 生命的江河 生命的江河流啊流 自由永留在这里 在我的里面 生命活水不停息 生命的江河 生命的江河 自由永留到孤寂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生命活水不停息 生命的江河 我们欢迎你 生命活水不停息 自由永留在这里 在我的里面 生命活水不停息 生命的江河 自由永留到孤寂 生命活水不停息 我们欢迎你 生命活水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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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的江湖流亡了 只有永留在这里 在我的一面 神明破碎不及时 神明的江湖 只有永留到无尽 我们欢迎你 神明我们爱你 神明的江湖 神明的江湖流亡了 只有永留在这里 在我的一面 神明破碎不及时 神明的江湖 只有永留到无尽 我们欢迎你 神明我们爱你 神明的江湖流亡了 只有永留在这里 在我的一面 神明破碎不及时 神明的江湖 只有永留到无尽 神明的江湖 只有永留到无尽 神明的江湖 只有永留到无尽 我们欢迎祢 圣灵我们爱祢 圣灵我们欢迎祢来 常常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可以因为圣灵 能够不断的更新 主啊我们更要日日夜夜的来敬拜祢 因为我们受造就是为了要来敬拜祢 因为我们受造就是为了要来赞美祢 祢的宝座就降临在我们当中 Hallelujah 耶和华你大荣耀降临 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祢之名 因祢荣耀我无助敬拜 我受造是为了敬拜祢 我受造是为了敬拜祢 祢是我们的神 祢是我们的神 祢与我们同主 因祢荣耀我无助敬拜 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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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灾 永灾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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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得送车海旦 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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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顶 filling 向你赐 神灾荣耀 都会保住羔羊 我受造 我手找是为了敬拜祢 我手找 我手找是为了荣耀祢 祢是我们的神 祢与我们同处 因祢荣耀我付出敬拜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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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在 心在 永在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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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松在 海带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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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向祢挥败 怎会荣耀 总会抱着高雅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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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在 心在 永在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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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松在 海带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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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向祢挥败 怎会荣耀 都会抱着高雅 祢值得喵一 노� 子只止喵一� 不听见上 祢יס祷告如梢 祢不听身 cybersecurity 日日夜夜不停献上 赞美陷阱永不断许 日日夜夜不停献上 祷告如相不停顺序 日日夜夜不停献上 赞美陷阱永不断许 日日夜夜不停献上 赞美陷阱永不断许 赞美陷阱永不断许 日日夜夜不停献上 赞美陷阱永不断许 赞美陷阱 胸残爱戴 胸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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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向你回败 真会荣耀 都会抱着高养 胸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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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败 尊贵荣耀 都会抱着羔羊 尊贵荣耀 尊贵荣耀 都会抱着羔羊 Hallelujah Oh 我们赞美 你 现在选择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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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给你 全能归给你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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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我们的阿爸父神 我们受造就是为了要赞美你 我们受造就是为了要敬拜你 主啊 你就求你常常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能够无时无刻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主啊 让我们不是只是顾念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更要顾念他人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主啊 就求你的爱常常住在我们里面 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 主啊 你在圣经里面说 你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而是刚强谨守的心 主啊 就求你时时刻刻住在我们里面 主啊 我们真的是很自卑 我们真的是很卑微 但是因为我们的卑微能够显出你的强大 就求你的家族你的力量 你的智慧在我们当中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你心大事 我们要做更多更大的事 主啊 就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 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你的能力 有你的作为 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发光发乐 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尽动顺利 就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 将你的福分 将你的荣耀 将你的宝座 就完全降下来 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在每一个人 弟兄姐妹当中 我们要荣耀你 我们要赞美你 我们要在永恒里不断的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一切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再次将荣耀归给神 哈利路亚 再一次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弟兄姊妹请坐 我们请尤安平弟兄来带我们读经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在这美好的清晨 让我们以虔诚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所要共对的经节共有四处 第一处经节是在正研篇第29章18节 请 没有意向 明就犯事 唯一遵守律法的 便为有福 第二处经节是在马太福音 第4章17节到23节 请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 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 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见弟兄二人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他的兄弟约翰 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 在船上捕网 耶稣就招呼他们 他们立刻舍了船 别了父亲 跟从了耶稣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第三处经节 是在马太福音 第十六章二十一节 请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杀人去 受长老 祭司长 文士 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最后一处经节 是在马太福音 第十六章二十一节 请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扶贫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你来参加 天涯教会的主日崇拜 让我们一起来 关心教会的重大消息 本主日 6月29日 公首圣餐 请弟兄姐妹们 预备心领受上帝恩典满满的祝福 青年牧区 真样恋爱银开跑咯 银会的日期是 7月20日星期六早上 9点到中午12点 恋爱的主题是 相见欢 和你可以不一样 7月43日星期日下午2点到5点 恋爱主题是 信不信有你 和波调堂一 7月16日星期六 早上9点到12点 主题是 不要走在悬崖边 和你可以说不 7月17日星期日 下午2点到5点 上课主题是 恋爱学院 和新抉择新人生 欢迎国高中生 和大专学生们 踊跃报名参加 报名费用只要300元 包含游戏书籍及教材费用 您会的地点 是在天桥教会儿童墓区的敬拜厅 报名请下Luby0917557097 0917557097 即日起 报名到6月30日 这个星期一 也就是明天截止 动作要快哦 由天桥教会制作的天桥之音广播节目已经开播 时间是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9点 由林献皮牧师主讲的福音节目 7月6日下主日起 在晚上10点到11点 新的单元节目 天桥之音真情相遇 将为大家邀请到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 述说精彩的生命见证故事 敬请期待 11点到12点 古典月心灵鸡汤节目 将为大家播放好听的音乐 抚慰您的心灵 欢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一起收听 FM89.1天桥之音 7月份林修书籍 丰盛人生与活泼生命 已经寄到教会 请有预定的弟兄姐妹 向行政办公室 干事立金领取 再来是雄年母区的消息 雄年母区要在七月一合 拜祢的宝两点 丢去月的会和庆生会 欢迎雄年母区的资深美少女 和圆导的欧高兄 大家到这里来参加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神所爱的仆人 也是我们大家所敬爱的 林宪平牧师 这个礼拜 心仪写了一个难解 我说我认识不认识一个老董 我跟他说 老董很多 反正董事长老的 一大堆的 然后他跟我说 不是一般的董事长 是一个人的名字叫 老董 这是他的公司的名称 我跟他开玩笑说 他就住在马可楼的旁边 他说你怎么认识他 我说你问我的时候 一定是相信我认识他 所以你才问我 他觉得很好玩 他说爸爸我要问的人 你怎么都知道 我说知道 他就在马可楼旁边 而且我跟他有几面之言 这样 然后他要我去拜访 那个老董 因为老董 他是一个食品公司 从亚洲代理的 一千五百多种的商品 在美国贩卖 他希望我的心意 希望从他的公司 拿到一些东西 到网路去卖 要我去官说 我就抱着一个谦卑的心 通过了教会的弟兄 又跟他见面 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年老的人 已经差不多八十岁 走路都是已经快走不稳 可是他还是很认证在工作 他跟我说 他刚刚从越南跟泰国回来 我说你走路怎么会方便 他说能够走 能够动 那一天一定要走 一定要动 我听了以后真的很感动 跟我说林牧师 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都很爱主吗 我吓了一跳 我说他们都很爱主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的教会弟兄姊妹 有人带小孩坐在第一排吗 没有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等一下告诉你 第二件事 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十点礼拜的时候 有十点到吗 还是九点半到 我跟他讲到差不多十点十五分 他跟我说你的教会不会复兴 我吓了一跳 他开始说他悲惨的故事 所以他移民到美国 已经非常的辛苦 夫人之天有一个牧师常到他家 然后拜访他的家 就把他的太太拐走了 但太太跟这个牧师在拉斯比卡告他离婚 有没有恐怖 很恐怖的一件事 结果这个牧师没有娶他 又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个牧师 哇 这是惨绝 惨绝人缓的故事 他告诉我说 他的太太 在他拥有三个小孩的时候 就离开他 孩子非常小的时候就离开他 他一直有一个 心中有一个问题存在 就是他的爸爸 姓主 就是劳动这个爸爸姓主 告诉他两件事 一生一定要做 第一件 要爱神 对不对 第二件事要爱 耶稣的仆人就是牧师 哇 他还叫在头 跟牧师吃饭 绝对不能让牧师出钱 听到了没有 我听到以后真的很高兴 然后 牧师跟他做这种事的时候怎么办 他也难过 他就遵照着神的教训 天天抱着他的孩子 祷告 他跟孩子说 妈妈离开你 爸爸不会离开你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一定会住 只要我们祷告 我们敬拜 我们抓住神 然后 他说他住在 在San Francisco 那个冬天非常的冷 他们没有钱去住那好房子 住的房子都是没有墙壁的 你知道吗 就是只能够住在里面 里面没有热水 所以冬天到的时候 他常常用那个报纸 把墙壁遮起来 可是墙壁怎么能够遮住那种寒冷冬天的那种冷风 没有办法 家里里面点的那个非常热的那个火炉 可是还是冷风这样 但是他们三个人就一起抱着这样的睡觉 他说他是抱孩子睡觉 然后在冬天里面这样过的 礼拜天啊 他已经带孩子 十点还没到 他已经把孩子带到第一排 他就跟神说 我们的家是第一个见卫神的家 他把孩子教导说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见卫神 你知道 他的孩子到底在这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多么怕病 有多么努力 他的孩子告诉他说 爸爸你现在在养我们 我们将来一定会养你 他又告诉我说 他的孩子从小就没有做过生日 也没有买过蛋糕 他说他孩子生日的时候 他就带孩子到教会祷告 祷告一个小时 然后把蛋糕的钱奉献给耶稣 听到没有 所以现在他老的时候 他老的时候 孩子们知道他生日 孩子们把他带到教会 祷告一个小时 也没有买蛋糕给他 他说他一辈子没有吃过蛋糕 OK 他在非常凄惨的当中 他两百块起家 他就一直呼喊着主 呼喊着主啊 我要靠两百块成功 我要 我一定要在主的里面 大大的祝福我 你要大大的事与 我要荣耀你的名 他就一直祷告 一直呼喊神这样 他从敬拜开始 非常的敬畏神 他从来没有辞到过 他从来也没有坐在后面过 他都坐在第一排 所以有一次我好像跟各位讲说 美国的那个 有一个洛克菲勒 你知道吗 他的妈妈 告诉他说 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必须要坐在第一排 有没有 可是我们坐在第一排的 好像都只有我们这几个 失线的 你们很闷糊 你看看 他就抓住这个祝福 那么孩子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也开始做小生意 他的孩子每个人都是读医学院毕业 你孩子都是 包括你孩子 每一个人都是读医学院毕业 那么他都是双学位 那因为他们读的医学院都是非常的杰出的 就是一进去就是双学位 非常昂贵的一个学校 但是孩子们都是因为靠着住 他们就能够自己注册 自己申请奖学金 你知道吗 他说 这些孩子们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呢 他们认为 一个更大的工作 就是怎么对社会有影响力 所以他们开始做生意 他们并没有进到职场 他们老爸告诉我 这个医生很乖 在美国这种高 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这种医生的职位 只有他的女儿 现在在上海一个大医院里面当院长 当院长 医学院的院长 他告诉我说 牧师从小就要祝福自己的孩子 从小就要把vision 就是意象给孩子 他要 我们要教导孩子 他在基督的里面绝对有未来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前几天我被他教导 就是被他教导这些事 他还告诉我一件事 说林牧师 你知道我200块到现在 我在San Francisco 有两个大仓库 每一个仓库有 200个货柜 两个仓库400个货柜 货柜都是新的 因为我做食品 绝对做新的 从来没有旧的货柜 我在洛杉矶也有 两个仓库 也都是400个货柜 他问我说 哪一个做食品业的 能够有800个货柜 你知道那有多大 你知道货柜20尺到底有多大 你们知道吗 里面放了200个货柜 一个仓库 它总共有4个仓库 他告诉我说 前几天他的女儿在台北 买了一个房子 他说台北的房子怎么 不太贵 那我说多少钱 他说3800万 小小的 只是要 常常从 他的女儿最近从上海回来 他儿子从美国回来 常常住在里面 就买一个小房子 3800万 他说也是不太贵 听了以后 那个钱的观念好像 已经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不对 他告诉我说 牧师你知道 这种祝福到底怎么来的 我说是你跟神之夜的关系 他说没有错 他说 你如果要得到钱 你必须种钱 你听懂吗 你如果要从神得到钱 你必须种什么 种钱 你要得到钱的祝福 你必须把钱 种在神的里面 这样 所以他跟我说 三种钱是不能省的 第一种钱 听好吗 听一种钱 生病的钱不能省 所以他把孩子送去赌一些 就是这样 你一生病 绝对要看医生 你知道吗 你绝对不要拖 一定不能省 第二样 孩子的教育会绝对不能省 第三样 他说神的钱绝对不能省 他强调 神的钱一省 你的福分就止住了 你前面那两个就不要了 你知道 他一直提醒我 他跟很多兄弟姊妹分享 他真的很多弟兄姊妹就跟着他做 结果大家都在神的里面 领受很大的丰盛 Amen 然后呢 他忽然之间 就拿一张名片给我 说 我女儿有困难到美国去找他 他一定会帮助我 他要 叫他做生意 他说牧师你的女儿 绝对不能失败 我会看他像我的女儿一样 我听你心情很好 昨天晚上 很晚的时候 打电话进来说 你牧师你睡不着 我说阿伯 你记得哦 你女儿子要来找我 我给他做些东西 他就做不了了 他只要做一样东西 他就做不完了 我说做什么 他来我会告诉他 他讲一个故事给我听 斯雅图 有一个人在做广式香肠 委托他卖 一年跟他 他跟他卖了五百万美金 单单一样产品 你知道吗 单一样产品 他告诉我他 Sales 他都对他们非常好 他的总经理是美国人 没有台湾人 你知道吗 他说总经理 高层阶级的人 都是美国人 他从来不逃税的 他一定会报税 而且每样事情 一干二净 我说阿是怎样 他说 我是神的儿 你怎么可以逃漏税 缴税是我的荣耀 缴税是我的荣耀 缴越多是我荣耀越大 听他说 我们心里不一样 我们每天都想什么 避税 有没有 你说 这是我 我做公民的责任 我做公民要做得好 我做神的百姓要做得更好 然后 他跟我分享说 你的女儿来 我一定会爱她 我会把一种香肠 一种他的心中的秘密 要交给我女儿去做 我听到心情就好了 晚来他在心中 还有一个秘密的香肠 要交我女儿去做 那我就发现到 这个老者 这个老弟兄 他真的非常的热情 那他说 他遇到婚姻的迫害 那遇到的 他家族遇到政治的迫害 228遇到很大的迫害 可是他到底怎样 去翻转这些心境 这个很重要 他说他抓住神的话 他抓住神的话 他抓住 对他迫害的人 给更大的爱心 给更大的爱心 他跟我说 他对国民党非常好 你知道吗 因为有爱 对他有爱 但是他跟他建议 所以他的儿子 在我们台湾跟美国外交当中 有一样东西很突破的 就是免签证 你们知道吗 他跟我说 他不夸口 跟我说 这是他的儿子 跟美国的外交协会 跟马政府做的 说他的儿子 第二个儿子 非常有影响力 就做这个工作 他说基督徒在社会上 一定要有影响力 还有一样 他说高康牧师那些人 他有一天忽然想到 要去好好跟他们说话 说谢谢他们这样的 让他的太太离开 让他剩下两百块 可以今天有这么大的成就 这是一个反方向的思考 想去见他的时候 有没有人敢见他 没有人敢见他 你看看 他太太离开他之后 三年前中风了 才悔改 悔改之后写了一封信 回到他的家 希望能够见家人 他这个老子还是怎样 去看他 你知道吗 去祝福他 我听了以后 我忘了 有这么大的心胸 我说那些牧师 你还做什么 他告诉我说那些牧师 他做一件事 他觉得神学院的教育 是失败的 所以他台北神学院 台南神学院 各奉献了六百万 他说好好的教育学生 在伦理道德上面要教好 我听了以后 这是一种非常反向思考的人 他说 还有一样 他说他有一个梦 他有一个梦 要在台湾建几间教会 你知道吗 建几间教会 他说他开始 建几间教会 他在 已经在台湾的南部 有一间教会 全部他奉献的 为什么呢 他有一次听到 有一间教会 没有钱盖教会 实际为他盖 实际盖我们的教会 你听了以后 心中会不会难过 然后要把实际的训词 放在教会十字架的旁边 真的 中部有些教会 是这样盖的 然后他心中会难过 他就说 没有钱的教会 他都要盖 他问我说 你梦书你去教会 我说 没有了 因为不熟 你不能跟他讲这种东西 好像要来跟他伸手要钱 你知道吗 我不是这种个性 我说 没有了 我就不想跟他谈这个事情 然后我发现 他把神的话怎样 吃进去 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 是因为他 有苦难 他跟我说 越大的苦难 是越大的祝福 他说 任何一个伤害你的人 其实是最大祝福你的人 他有一样 他说 对自己要有 Future的Vision 他有时候会讲英文 你知道 他对自己要有异象 对自己的未来 你要做什么很清楚 而且不要怕艰苦 他问我说 你牧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警察有在里面 你做工作没有 我说有 你女儿有打拼 我说有 请问你 你一天睡几个小时 一天睡几个小时 我说 我问他 他如果要做事业 一天如果超过四个小时 就他再叫他关了 不要做了 我听一下 他说我在做事业的时候 他扭了88次 你知道 扭了88次 你知道吗 他现在已经可以休息 可是他还是继续为他的 为他的儿子在工作 他跟我说 他到哪里 就把福音传到哪里 他说他现在的工作 是为神而做 你看看这个人的成功 有没有道理 你看看他 他把名片拿给我的时候 他叫做董秦茂 我就跟他讲说 你认识不是董秦家 他说那是我亲三哥 他三兄 他的三哥 我说那是我小的时候的牧师 他在抱着我 他告诉我说 我那个哥哥太有爱心了 我们都是同一个爸妈叫出来的 你知道吗 我们爸爸这样教我 教我跟我的哥哥 教我跟我的姐姐 所以我告诉你 像我三哥 我先认识他 他的三哥 在加拿大传福音 他的三哥的孩子 只有两个孩子 两个都非常的结束 在加拿大 都得到国家的奖 那些孩子们 都是神所爱的孩子 他说 我的哥哥已经退休了 还带着自己的孩子 孙子都坐在第一排 那个教会只有二十几个 他们都坐第一排 我知道 那天教会就是 那天教会 你知道吗 牧师最年轻 牧师 我六十三岁是接他 他跟我一次六十四岁 那里面最年轻的 牧师就是 康牧师 六十四岁 像这个 八十几岁 你看看 他说 林牧师 我跟你讲一个道理 鼓励你的弟兄姊妹 坐前面 不要坐后面 坐后面的人 永远得不到祝福 他说 我不是要跟他说 你每天都坐下 后面的人来 还有照片位座 他们都吃完美的 每天都坐在这个位置 好像要变好像 有没有很困难 就去叮咚一下 哎 坐前面一点 那时候 要去中天堂的人 你去那里面 你如果没有意象 你怎么能够在神的里面成就大事 那我再解个例子 这礼拜五 祷告完了以后 忽然之间有个弟兄来找我 拿了一本书给我 你看 拿一本书给我 那么 还好 那个弟兄还没来敬拜 没有关系 你看 有没有很漂亮 你们看过这个弟兄吗 有没有 哎 有没有 头发是白的 他在上海 他如果再回到台湾 他每个礼拜都会来敬拜神 12年前 置身到大陆 到大陆 什么都没有 台湾的工作结束 他做建筑的 读成大 建筑系毕业的 一辈子在搞建筑 忽然到大陆去做一个光学 做光学做镜片 还有做收机 收机的那个界面 怎么让他成功 他说他没有办法回头 只有向前走 只有向前走 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各位说 天上的基督伯 有没有 在神面前的基督伯 就是那些天师 天师们 基督伯 他们身上长满了眼睛 这个基督伯有四个 一个是牛 一个是人 一个是鹰 一只是什么 狮子 对不对 所以基督伯走的时候 只有向前走 他绝对不会向后走 为什么不能向后走 神给百姓的绝对不会向后走 神给百姓的绝对向前走 你的心绝对不要向后走 不要常常在反省 回忆过去悲惨的故事 你要把过去悲惨的故事 都变成荣耀 向前走 你知道吗 这个弟兄只有向前走的路 他什么都没有 十二年后 他一年的产值 去年十二亿片 十二亿片 也许你手中的那个手机 上面那个界面 是他的公司出版的 出品的十二亿片 他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大陆人士 你知道吗 他有一个秘诀 他有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真的我想教各位 他就是他的公司 非常的干净 一干二净 就是祷告 他说他的异象抓住以后 他就是开始祷告 困难的时候他就是祷告 他就是抓住神 迫切迫切地祷告 然后 他有一年大概五六年前 回到台湾 我发现他非常非常的苦脸 然后他在这边走来 走过去 又走出来 然后走进去 又走出来 那我就站在那一边 他好像没有看到我 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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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了 我走不走 走到十次 我在那看他十次 我这个很有耐心 我想说他到底要做什么 我说 啊 荣辉啊 什么事 他站在我前面 跟我讲那个东西 我一点都听不懂 他讲的东西 我一点都听不懂 你听不懂 我不知道他一直跟他说什么 我都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很专闲的东西 跟他说一句 我都听不懂 他说 没输了 你听不懂 他说 我听不懂 我说 我听不懂 他说听不懂 你知道吗 越是听得懂 你听不懂 越是听懂了 没有关系 我听不懂 没有关系 我教一个听懂的跟你说 你知道 啊 我们教会谁有懂这个东西 我说神 在教会弟兄姊妹里面 神会为你预备的 你就等待吧 他又走过去 又走过来 那我到最后就想说 啊 算了吧 还是跟他介绍一个弟兄好了 我就叫他去找一个弟兄 叫林隆星 他们两个就接上了 他才发现到 哦 他的产业 没有办法突破 只有台湾只有一个人能够突破 那个人是谁 叫林隆星 有没有恐怖 有没有 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恐怖 他是以前在Apple的里面 帮助他做奈米镜片 他本身是那个公司以前的总经理 你知道吗 有没有奇妙 我们教会就很奇妙 然后林隆星就去帮助他 帮助他 一直去帮助他 帮助他一直突破 一直突破 有什么困难就帮助他突破 以至于他今天能够产能 12亿片 他说今年2014是14亿片 明年是17亿片 我都比他上17亿片 到底多少 林隆星在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跟林隆星讲个见证 我如果没有天天跪下来祷告 我如果没有在神的里头 我寻求圣灵的帮助 我的意向就不会完成 我想跟各位 没有人没有困难 我常鼓励各位 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没有困难 犹太人说生下来就活在苦难当中 你如果有一个苦难会很痛苦 你就制造十个苦难就不会搞结 感觉到痛苦 他说 他们说 一岁到十岁是被保护的 十五岁到十八岁是天真无邪的 以后十八岁到死那天是最痛苦的 干嘛 再想一想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解决痛苦呢 就是死了那一天 不呼吸那一天 你才觉得这个世界是快乐的 你知道吗 所以 犹太人说 说了一些非常好的名言 就是生世痛苦的 死世快乐的 真的是这样吗 你看看 但是我想鼓励个 无论怎么样的情境 你都必须要依靠主 你看耶稣 你看耶稣 他从天上来到地上 我们的天父有一个看见 有一个异象 有一个梦 要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建造神的国度 建造神的国度 所以他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不是活在王宫的里面 他是活在马朝的里面 然后遇到的是 人家对他的追杀 要追杀他 他必须马上离开以色列 离开尤达 逃到埃及去 但他长大以后回来 开始传道的时候 虽然很多人跟随他 可是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 真的在供应他生活的人 都是这些寡妇穷人们 你知道吗 这些寡妇穷人 鬼妇的在供应他 每次我看到路加在描写 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耶稣佛在世上 真的是很难 而且耶稣说 天上的浮驴 天上的飞鸟有窝 地上的浮驴有洞 但是他没有枕头之地 这有没有很穷 他脚碎的时候 有没有钱脚 没有钱脚 就叫彼得去钓鱼 钓了一只鱼 里面有一块钱可以脚碎 你看喔 有没有很穷 我觉得神要建策这个国度 如果是我们 我讲个很有趣的笑话 我们教会有人移民到贝里斯 你知道吗 移民到贝里斯 贝里斯只有十二万人口 我就祝福那个弟兄说 啊弟兄啊 你将来你或是你的子孙啊 有人会当那个国家贝里斯的总统 你说可能吗 我说十二万而已 叫林南先去买就买了 买票你知道吗 我有一天跟那个林南生讲话开玩笑 我买票就怎么 冻川总统啊 把这个文化带到贝里斯 很快你就会买通很多人 你知道吗 他说这是人的办法 我知道这是人的办法 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今天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依靠神 我们一直依靠人用人的办法 要去建造神的国度 我们一直依靠自己的方法 要去建造自己的产业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思想 你怎么不跪下来 我曾讲过说 你跪了一个小时 然后赚了二十三小时 这个钱你怎么不赚 你跪一个小时 赚了二十三小时 你知道吗 这种股票每年都这样 这张股票有多值钱 你的人是就这样 一天跪一个小时 那赚二三个小时 神会不会一直保守看顾你 我们就是不希望 你有一个印象在你的前面 你就是没有办法 在神的里面把它完成 你看看耶稣 他来了 他就是禁止祷告 他来了 他一旦都有空苦 他每天都跟天父有个好的关系 所以他说天父就住在我的里面 我就住在天父的里面 他常常讲这种 跟神之间甜蜜的关系 他来就是要完成天父的旨意 有没有 他的食物是什么 就是天父的旨意 要把天父的使命把它完成 请问各位一下 你是基督徒 你敬畏什么 你爱什么 你是否能够真的 为自己的儿孙们跪下来祷告 你是否能够真的跪下来 为你的印象祷告 我最近每个几乎是很多晚上 我都会深夜跑到我们的会幕去祷告 我常常跑到那边去祷告 我必须跪下来 因为前面的事是又大又难的事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事 如果耶稣跟我说你不要盖了 教会不要盖了 我一点 欢喜快乐 你知道吗 我大概会再胖起来 然后我的睡觉品质一定会变得非常好 我常常跑到那边去跪下来 你知道吗 有一天我就跪下来那边 看到前面有一个椰柜 我就一直看着椰柜 椰柜当时没有动 我看着他 他忽然是让我想到一件事 那个 欧阳阿嬷在祷告的时候 他 得到胰上癌 要收束 在祷告的时候 神跟他彰显椰柜 他就画给我看 一个 五三八七的欧巴桑 为一个椰柜给我看 我就一直祷告说 神啊 我要把这个椰柜偷偷拿去送给欧阳阿嬷 你知道吗 可是又放在那里 怎么偷啊 牧师怎么偷东西 但是我跟神说 神啊 我相信 买椰柜回来的一定是有两个 他一定会买两个 他觉得不会买一个 你知道 他觉得不会买一个 主啊 让我相信他一定买两个 然后我告诉那个买的人说 我要送给 给阿嬷的时候 他一定会翻起快乐 我就跟神说 神啊 我宣告说 这个椰柜是阿嬷的 你知道吗 阿嬷的 那我就开始 问在祷告 在那边祷告的俗文 俗文就跟我说 那是死长老的 你知道吗 我就打电话去 跟死长老说话 死长老 我就跟死长老说 死长老 那个椰柜我想送给欧阳阿嬷 因为他看到椰柜 你知道吗 如果那个椰柜能够放在他旁边 他看到椰柜又活起来之后怎么办 死长老马上跟我说 他买两个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你看有没有奇妙 他买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我说哇 你这个神都应许我了 我就跟他讲说 死长老我要把这个椰柜送给那个阿嬷 你说怎样 他说那也应该上去 年轻的时候 我常到他家去收钱 银行员 常到他家去收钱 你知道吗 他本来就想买个东西送给他 没有想到说送给他椰柜 你知道吗 哦 我们昨天晚上就 还要进拜之前 我就跑去他的家把那个椰柜拿去 你知道吗 他看到那个椰柜就怎样 发生死一块了 你知道吗 他要放在他的房间里面 他还活得好好的 很健康 神奇 从来没有人移上癌 活到这么久 他得到移上癌之后 有一个牧师的太太 澎湖无牧师的太太 得到移上癌 然后死了 已经埋葬了 你看看 我们阿姨阿姨还今天活着 你知道吗 昨天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还会跟我们讲话 还跟我们唱歌 你知道吗 特别讲到一件事 他复权之间就笑起来了 好像他起来走路 你知道吗 讲到土地 听懂吗 因为讲到土地 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事 我说 哦 你那个 用华路的土地 现在很重要 他说 整个人都挖起来 原来 原来 人 这些熟地的人 如果说到他爱的东西 你知道吗 他会又怎样 他会又挖起来 你知道吗 所以有一天 你看到我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祷告说神 那我知道 林牧师最喜欢什么 你知道吗 那你跟我讲 我最喜欢的事 我一定会怎样 我不起来 但是你不晓得我最喜欢什么 OK 请问各位一下 你知道耶稣来了 他真的要把这个异象 建造有没有很难 要为异象而活 有没有很难 有没有很多的痛苦 他是不是一直依靠神 依靠神的话 在做 所以我鼓励各位 当你的一生有一个目标的时候 有一个异象的时候 你应该跟神说 神啊 让我依靠圣灵而活 让我跪下来祷告 让我真的每天都读经 让我依靠你的圣灵的带领 依靠你的话 我要走在你的里面 把你给我的使命来完成 而且我的使命 我的异象 都是要荣耀你的圣明 你不要摆会你的一生 刚才唱一首歌 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 是为了什么 活着 我们受造就是要荣耀什么 荣耀我们的天父 你有没有感受到 你活着的每一天每一刻 我都要去荣耀我的天父 你是不是把这种荣耀天父的 这种感动 深深地放在你生命的里面 然后你的异象就是荣耀它 我现在最近一直感觉到 我们盖一个文创 盖一个圣典 它不是一个很豪华 它是一个非常荣美 但很实在 你将来看到的时候 你看看我们在盖这个教会的时候 有没有很简单 过去这么简单 现在也是如此的简单 你知道吗 我想跟各位说 我一生当中 我从来没有花钱装潢过房子 你听不懂 我一生当中 从来没有买过 我本身从来没有买过 一个桌子读书 都是弟兄姊妹不要 你们把它丢了 我拿到我家 你如果有机会去看看我的桌子 还是我在路上捡回家的 我大部分说 有很多是我在路上捡回家 因为你们不捡 我就捡 你知道吗 因为那些桌子 都是很昂贵的桌子 但是你们不要我就怎样 就捡回家 你看看 我是一个非常艰险的人 可是我们要盖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异象是从神而来 昨天我还在跟 教会的弟兄姊妹说 昨天小组的时候 我跟傅志荣 跟那个谁说 都是你们害我的 害我天天祷告 大家就说 是啦 是啦 我如果没有这样 害你去祈祷嘛 但是 这种 神给你一个异象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走在祂的里面 没有遵守神的话 没有相信神的话 他没有办法完成的 而且将来是个文创 你里面如果没有人的话 没有人在里面办公的话 你怎么可能去完成一个 神给你的工作 所以我最近在申请三个专利 我最近在申请三个专利 就是为了文创 我再申请三个专利 真的 那个专利公司跟我说 李牧师 这个三个专利都可以申请 他跟他说了以后 他马上查 查以后马上回复我 说你申请三个专利 这个文创专利都可以做 还有一样 他要跟我讲一句话 李牧师 我可以到处 我听说心都非常喜乐 因为头脑里面的东西 在申请专利 能够说服那一个 做专利公司的人 要来投资我的公司 投资我的文创 他说这个公司是谁的 我告诉他说 这个公司的百分之百 都是耶稣的 不是我的 他说这样 你要贪什么 我说我赚的都是耶稣的 不是我的 他说这样 这样我再想看看 世上的人都马上怎样 谈到一些 谈到金钱的时候 最多没有利益 他马上就抽水了 不过他告诉我说 可以做 因为他 为什么可以做 他说他想了一辈子 没有想透的东西 忽然之间 怎么会被我这个牧师 想透这样 各位姊妹 你看看 如果这不是神的意象 如果不是要完成神的死命 怎么可能去做这些工作 所以我把旧法务的工作 这个文创的工作 变成美丽人生 钻石人生 祝福人生 自由自在的人生 有四个大部分 你知道吗 下一次 我再跟各位分享 这个礼拜 我在跟俞尹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跟俞尹说 不要一直看小孩子不起 我小的时候读书也读得不太好 可是现在我在做一些事情 我跟他讲完了以后 就唯一说 我这个产业你要不要买 他说他要买三百分 我吓了一跳 我再鼓励各位 如果是出自于神的东西 神就会让你很顺畅 礼拜五我在祷告 那我们中午进食祷告 我看到一艘船 然后印着房间进来 然后 神叫我读嗨该书 他说 不要怕 我跟你同在 不要怕我跟你同在 不要怕我跟你同在 他一直用他的话怎样 跟我说话说 不要怕我跟你同在 而且不要从海外 印更多的钱怎样 进到你的 进到我们的 进到他的圣殿 这样 因为金子银子都是他的 叫我不要怕 你看 我在一个半小时之后 金子银子 一个半小时之后 平方 一个耐给我说 有人 匯了一个五十万进来 你看 还有 从不是我们教会的 看到我们的 YouTube 我们礼拜天的讲道 也费钱进来 你知道吗 我就开始看到很多人 怎样 费钱进来 我希望呢 这些费钱进来的人 他们真的是被我们的工作所感动 也希望他们能够 被很大的祝福 弟兄姊妹 看到神给你来一份 你是一个 瘦小工作的 不股妈咪的也好 你对股妈咪有什么看见 你是一个 没有读书的人 你对读书有什么看见 你没有读书 你对未来有什么异象 我最后讲那个故事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影星叫 Paul Newman 知道的人请记住 保罗纽曼 有没有 你看 保罗纽曼 有没有很帅 你知道 他不是学戏剧的 他只是对戏剧有兴趣 他家是开百货公司的 他有一天 就梦想 他要得到奥斯卡奖 你看 他梦想 他会得到 他一个意象 他要得到奥斯卡奖 所以他就把他的产业卖了 去当演员 去当演员 我们都以为演员很简单 演员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 不然你回家你尝试看看 20秒钟你可以哭出来吗 有一种很纳闷的那个表情 你可以表演吗 你回家表演看看 你就知道 那个表演真的是一种非常高超的艺术 真的 真的每不简单的一种东西 你看他 总共被提名了六次奥斯卡 都没有得奖 他就在他的门的床铺上 贴着说 耶稣我要靠你得什么 奥斯卡奖 六十岁那一年 他才得到什么 奥斯卡 然后他就把他换了一张 荣耀耶稣 我得到耶稣卡奖 你看 他永远不会放弃 永远不要放弃 你看 不是一个演员 他变成演员的时候 他想得到什么奖 他就一直努力的 要把那个事情做得很好 耶稣就这样 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打击 什么样的失败 他向前走 他要得到胜利 他把神国栽种在门徒的心中 当他死了之后 门徒非常的伤心 都跑散了 你知道吗 在绝望当中 耶稣复活了 复活之后来找学生 学生认识他吗 好像都不认识他 好像都不认识他 可是耶稣并没有绝望 耶稣永久把神国再次教导他们 让他们把神国传出去 兄姊妹 耶稣的意象是 用他的圣灵 用他的话来建造神国 让这个世界都守护神 我不知道 你有什么异象可以荣耀神 不要放弃自己 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那如果我再用一分钟 我们就守圣灿 我看到一本书 这本书是 收房的真理 那我 在读这个人的女孩子的故事的时候 知道这个女孩子六岁就生病 九岁就错学 就是不能够再读书 家里也没有钱让他读书 然后他有一天走过 有一个图书馆 然后就很吸引他 他就走进去 开始读书 他就开始有个美梦 他要写出世界上最好的小说 你知道吗 他要写出世界上最好的小说 他一生总共写了200多本小说 他得过瑞典的 什么奖 诺贝尔奖 诺贝尔文学奖 第七届的诺贝尔文学奖 学历 零 学历是什么 零 我讲这个故事 鼓励各位弟兄姊妹 把梦抓住 把异象抓住 靠着耶稣向前行 Amen 我们一起来守圣餐 兄姊妹 我希望你安静你的心 你 请你呼叫耶稣 我希望你能够呼叫耶稣 耶稣 我希望你能够呼叫耶稣 耶稣啊 耶稣啊 我每时每刻 我每时每刻 应着你的话 应着你圣灵的带领 来完成我一生的异象跟使命 所以让我不要放弃自己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读书 我能做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够好 我自己所做的事也是那么一样的微小 但是耶稣啊 求你今天把你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相信我们是圣的儿女 任何小事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变成一个伟大的事 一个小小的生意都可以变成很大的生意 一个没有读书的人都可以写出今天动地的小说 一个破产离婚的人 他永久能够在地上一直爱做大事 神啊 求你把给这些人的生命 今天早上融人给我们 我们要借着守圣餐 把你的肉 把你的血 吃进去 喝进去 让我们里面充满了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啊 我们要靠你得胜 你的门徒怎样得胜 今天我们也要如此得胜 你的门徒祷告 圣灵充满听你的话 我们永久是怎样 祷告圣灵充满听你的话 我相信我们蛮有能力 我们要把你给我们的使命跟异象 完成来荣耀你的圣明 哈利路亚 主啊 这是你的身体 为我们舍得 我们当如此的纪念你 这是你所流的血 我们当如此的来纪念你 因为这是你所设立的新约 哈利路亚 求你圣化这个饼 圣化这个葡萄汁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一起来 想分这个饼 我希望你放在你的胸前 跟耶稣说耶稣 这是你的生命 这是你的宝体 求你进到我的里面 让我身体是属灵的天 我的罪都要完全被捷径 我的软肉要完全被除去 做主完全被砍断 主啊 我消神的意志今天变成刚强 我的所有的挫折都变成我的胜利 我的敌人都成为我最大的祝福 耶稣我要求你来 求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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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这是你的身体 是我的食物 我的食物就是完成神的功 神的求你今天帮助我 今天灵敏我 哈利路亚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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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主啊 求你来跟我同在 各位姊妹呼叫耶稣 相信耶稣的生命会进到你的一面 祂会带领你 完成世上的侍奉 带领你 祝福你 让你的头脑 因着有神的同在 重新被创造 因着神的同在 你的身体要健壮 因着神的同在 你有能力 可以做好更多的事 你有最好的恩事 可以完成神给你的意向 也神要跟你同在 让你胜过世上更多更多的苦难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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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弟兄姊妹没有拿到 请你记手好不好 有多少弟兄姊妹还没有拿到 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饼 这是耶稣的宝血 为我们手留的 是祂所设计的新耶 我们当如此来纪念祂 我准备当天拿这个杯 我希望你拿到你的胸前 你跟耶稣说 耶稣 这是你的宝血 你的血进到我的里面 把我软弱的血 污秽的血都除尽了 让你的血成为我的血 你的血是 圣光抹给撒旦的 你的血是胜过贫困的 你的血是胜过 人类对于无情的供给 你的血就是爱 所以把爱的生命 就进到我的里面 把所有的仇恨都变成爱 感谢赞美耶稣 耶稣求你来 求你来 哈利路亚 兄姊妹 请你把这个杯子放在你的胸前 深切地祷告说 耶稣 借这个圣杯 你的圣杯进到我的里面 借这个圣杯 我完全属服你 Amen 用这面还有 人没有拿到吗 请你挤手一下 天父 借着耶稣基督手流的血 要解禁我们 我们整个人都活在耶稣里面 重新被创造过 那我们这个人是属乎 耶稣 属乎天父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那我们胜过了撒旦 胜过了邪恶 那我们从黑暗中 完全进到光明里 感谢咱们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各位姊妹 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杯 感谢耶稣 赞免耶稣 那我们享受你 凡是吃你的喝你的 他们就属服你 所有人都要健壮 所有人都要兴盛 所有人都依靠祷告 依靠圣灵的带领 神的话语 要完成神的使命 跟异象的地上 所以那大大恩待祝福我们 现在我们要奉献 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尽最大能力 来做奉献 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奉献 祝福我们下期待 Until you come and see the world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dow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o many thing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dow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o many thing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dow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o many thing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我们谢谢祢在我们的心中栽种梦想 就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用着盼望 就让这个梦想在祢的恩典的里面 来得到实现 得到成就 谢谢祢这样子的祝福我们 我们也在祢的面前献上一些的金钱 作为圣工的使用 愿祢悦纳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跟奉献 是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来介绍有两位客人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一起敬拜上帝 第一位是蔡瑞宏弟兄 蔡瑞宏弟兄不知道坐在哪里 他刚刚走出去 好 等一下进来再来介绍 另外一位是陈寿南弟兄 陈寿南弟兄不知道你坐在哪边 欢迎你 在昨天有顾沈杨秀珍姐妹的告别式 她的遗嘱来向大家致意 我们请锦鱼文宜 锦吉建廷 他们都站起来 他们来向大家致谢 在这一段期间 大家对他们的带导跟关心 感谢上帝 请坐 门徒大学的课程 星期的课程已经结束 星期天下午的课程也已经结束 在下个礼拜一的晚上 在中年教室 有一个影片欣赏 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一起来观看 这样子 因为这个智慧财产权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能说名字是什么这样子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来看 关于耶稣的传记这样子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晚上在谈到 怎样进到荣耀之地 要教各位来赞美 所以你是门徒 你是想学敬拜的话 晚上请你来 请各位站起来 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 主啊我神 我每逢去目光看 你所所招 你且其妙啊 我每逢去目光看 感尽心语 又听到隆隆海上 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 传播 我应该唱usion 赞美就足我身 你只味道 我等会他 我等会他 我的胃忍 我领个草 赞美救助我生 你真伟大 我的为了 让我们来喊气声哈利路亚 耶 耶稣记得恩典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慢慢与我们同在 从此时此刻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各位 请坐 请向前面走